第一步,现在包了个水 水后,我们用原汤汤汤 一人体血,当用胆固醇 因为这个隔离 所以朋友们要注意,方法得大 不会说对师傅有一些不好影响的 好了,这边我们的大厨制切的是小碗 脚光,高气爽,然后心情烦躁 对,大家对 好,这个今天的隔离的原汤要保留吗? 对,要保留的 好 哇,今天选择的这个花隔相当的肥和美 对,隔离把它有沙 有沙吧,我们叫它先沉淀沉淀 就是说我们把沙的沉淀都只用这个隔离入放进去 菜放进去 对,我们这边就搅挂 对,我们做那个川菜嘛 会嘛 把那个山鸡蛋 嗯 看在一起 脚光也被称为是西葫芦 对,有一种叫法叫西葫芦 对,在我们老家就叫西葫芦 对 对 对 好了,这边 把蛋 还有我们的脚光 还有这边我们的蛤蜊 一起搅动 这是提前靠的那个葱油 嗯 葱花油 嗯 因为这个以光有鲜了 所以没有这个葱香味吧 它这个香味突出不来 这个葱油怎么靠出来呢 就是 就是用那个 我们用那个混激发的花生油 OK 嗯 我用那个大葱 把大葱吧 把那个 切片 像不出来了吧 用切片 然后就把这个靠一下 对 靠多久能把葱油靠出来 要靠多久能把那个葱油靠出来 就是那个葱香味呢 呃 用那个小火了来靠的 嗯 把葱油靠那个 抢黄了 呃 大约是三五分钟 三五分钟 然后就出来这样子搓油了 对对对 一斤多靠一点 这样以后每次葱菜都能用到 对对 这样我们就把那个蛤蜊的鲜汤也调进去 对 这个所谓的小窜呢 就是说 为什么用巧字呢 就是你要把那个蛋窜到 刚好再生 最嫩的时候 如果说你把蛋测老的话 那就是 哇 那就是 没穿好的这个菜 是不是 所以小窜 就要掌握它那个火候 这水温已经是 最沸腾的段随着 对 对 它整个一块下锅 对 对 这是我们底部的火力不变 对 这个水温这个火啊 一定要用大火 嗯 用小火把穿了穿碎了 必须要大火 对对 对对 好 那我们这样整个穿多久 它才能够把蛋窜出来 也是咱们想要的感觉 就是这个 把这个蛋把它叉熟就可以了 嗯 你要是在家里 我们跟这个家里这个火 OK 大火来穿就吃穿三两分钟 三两分钟 三两分钟 就差不多了 对对对 好我们准备一个盘子 准备出锅 最后出锅前来一点 这是 韭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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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 看着就是觉得这道菜很软心 对 而且一说往往咱一说自补呢 就会想会比较的油腻 再点就是比较贵的一些食材 今天我们选的食材非常的物美价廉 你看看起来非常的清淡 没错 而且那相当的加快